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气这么热 对不对 心脏受不了 尤其有三高的人 还有湿气又很重 所以我今天带来的这一道精力汤 就是可以去烦消暑解渴 对 利尿 听到声音了 因为在这里不方便拿它去打 那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西瓜加浆 这个西瓜你看到没有连皮带籽 因为这个西瓜它的水分非常多 很多人以为西瓜没有什么养分 其实它所有的糖蛋白质 还有它含的微量元素 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养分它全都有 对 而且它的籽 你不要看那个籽你都要吐掉 它的籽在中药里面是药 帮你去湿的 去湿解热 非常有效 奇效 然后这个皮 它的皮除了还有松素 我把绿的拿掉了 我只留白的皮 它不是花青素 它是那个 它有丰富的维生素C 还有很珍贵的像配糖体 腌碱酸 枸杞 什么什么的 对 很丰富 所以我的师傅 我的主师 安维格摩尔博士最喜欢西瓜 他是连绿皮一起打 我打过一次 太难喝了 我就把绿皮拿掉 因为我重要的是白皮 绿皮很硬 很粗 很硬 对不好喝 所以我觉得营养很重要 喝得下口也很重要 所以放心 我设计的都是可以 都是好喝的 因为我也是一个自然美味主义者 所以好的东西要美味才可以 所以连皮带子 然后我还给你加了 蛋白质很重要 对 补充一点蛋白质 你现在每天跑来跑去 然后我们 这是大豆生态 大豆生态 大豆生态是 大豆利用水解技术 然后变成了一个植物性蛋白质 我刚看了以为是冰淇淋 不是 是一种蛋白质 是非常好吸收的蛋白质 对 然后你知道它里面 还加了什么吗 还有什么 当当当当当 姜啊 姜 因为西瓜不是寒吗 很凉嘛 凉食 很多人 尤其我们女生 就不要太凉 所以就姜 而且你知道有一句话说 冬吃萝卜 夏吃姜 不劳 医生开药方 夏天吃点姜是好的 可以把你的内湿内热给逼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用的是老姜 你要用老姜就是姜蜡素比较多 它的可以防止血液凝起 可以抗发炎 或者你要用粉姜 就是比老姜稍微年轻一点的 叫粉姜 粉姜是去湿最好 所以你也可以用粉姜 然后我们常常把嫩姜就拿来凉拌吃 它也可以去内涵 然后它比较凉 它就是嫩姜 因为姜平常都是调味料 不可能吃太多 但是你刚刚讲姜其实对身体是很有好处的 所以透过你这种做法 姜的这种摄取就可以比平常调味料 有时候调味料姜只是汤里熬了 你也没吃 但是你知道姜为什么很有营养 你知道吗 因为我跟你讲说 我的邻居有几户种姜的 种姜对土力是很大的伤害 很大的伤害 所以这一块地种姜 种了两年就换一块地 它几年长不出东西 让土的年纪要复活 地力要复活 但是反过来讲 姜就是表示说它吸收了很多 它吸收了很多固执的营养 很多种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 答对了 其实是这样子的 所以美国他们有研究 说如果你每天吃三公克的姜 可以促进发炎 而且可以降低你的膝盖疼痛 真的 对 所以姜还有防止血液凝集 然后所以这道又可以降血压 降血脂 还促进你血管软化 不是 干杯 干杯 谢谢 喝一下 你看吧 我脸皮带紫 没吃到紫吧 可是 好细致啊 常不出那个太多姜的辣味啊 嗯 就恰到好处啊 有啊 有啊 有成分 有成分 对 对 对 嗯 有啊 你还是可以感觉到姜 姜的风味 对 然后但是 我脸皮带紫 你也没吃到皮 你也没吃到紫 没吃到紫 对 对啊 所以 所以一个好的工具嘛 就可以帮助你 享受营养的时候 享受美味 有姜啊 你到最后的时候 姜有点辣味在最后 鱼韵 一点点 有一点点 嗯 父亲节快到了 我还要再祝你 父亲节快乐 我祝你先生父亲节快乐 好 会的 我回去也会打一杯 免得他说 你为什么只有打给张赞珍喝 没有打给我喝 他会吃醋 他最喜欢西瓜 哦 真的啊 对对对 所以我一定回去会打这道给他 谢谢谢谢 你看我喝完一杯喝第二杯 真的好喝哦 好喝 嗯 非常好喝